收到支持者送的畫 王世堅酸度破表 似乎在諷刺何志偉 曾被質疑 把陳時中的沙畫拿去丟 我的重要的畫作 我就是 都把它放在牆上 這是一個起碼的尊重 我的走廊就是藝術走廊 但畫作中主角陳時中 在王世堅發文後 也PO出同一張畫 宣編戰意味濃厚 而提到近期在網路流傳 圖卡質疑王世堅中泰花園 都更案獲益兩百億 當事人再度爆棄 至於何志偉不斷提及 十六年前 王世堅和小美琴立委之爭 還嗆王世堅們 別再自倒自演 王世堅同樣氣得跳腳 那個事情非常莫名其妙 他這樣講就非常有心機 那時候有官司 那個官司也有結論 小美琴就是被你打成中國琴 像個男人一樣 好好的道歉 罵賴清德主席 是何志偉的小弟 請你出來道歉 兩人唇槍舌戰 就連王世堅日前自爆 民調領先二位數 何志偉也不以為然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數字 這也不是一個正面的選舉方式 我講的是事實 這也是相當的公司做的 監委大戰民調初選十七日 將正式登場 在此之前兩人炮火 恐怕不會輕易停歇